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 最近这两天日本政坛的新变化特别引人关注 内政外交日本新内阁面临诸多的考验 那么日本的防务政策又会有哪些新动向呢 9月17号新任防卫大臣北泽俊美在首次阁聊记者会上重申 民主党政府将在明年1月以后呢 从印度洋上撤回自卫队的舰队 同时日本政府也表示希望美军基地转移到冲绳县外或者是国外 并且将做此与美国谈判 那么日美的同盟关系会就此发生变化吗 民主党又将如何处理自民党留下的一系列负面资产 相关的话题今天我们演播室呢 请两位本台特约评论员为我们做深入的解读 我来介绍一下两位 一位呢是国防大学的张正中教授 您好 还有一位呢是清华大学的刘江勇教授 您好 欢迎两位到演播室参与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 您看日本的新内阁呢是9月16号就任的 9月17号凌晨 日本的防卫大臣就宣布 将把日本的自卫队舰艇从明年1月以后呢 从印度洋上撤回来 停止给美国供游了 那么相关的具体情况 我们通过背景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北泽俊美 在17号凌晨举行的首次格聊记者会上重申 民主党政府将在明年1月后 从印度洋上撤回自卫队舰艇 停止为美国等国舰艇供给燃油 同时日本政府也表示 希望美军基地转移到冲绳县外或国外 并将就此与美国谈判 不过北泽同时表示 民主党认为日美关系仍然是日本外交防卫的主轴 同一天 日本新外相钢田克也命令外务省事务次官 就日美两国签署的密约尽快调查保存在外务省的有关资料 并在11月底之前向他汇报调查结果 日本新内阁16号成立之后 首相纠山游记夫高调表示将加强日美同盟关系 纠山表示 他期待着本月下旬访问美国时 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 纠山说 他的政府不会改变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主张 但此次与奥巴马的会谈将主要着眼于构筑信赖关系 此外 修山希望日美关系中 日本能够更加主动坦诚地表达观点 对于日本新政府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表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16号发表讲话予以积极回应 并说希望早日与新一届日本政府就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磋商 此外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参院拨款委员会11号通过了经过修正的201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此次决议让日本重新燃起了获得美国最先进的F-22猛型战斗机的希望